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最普通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来分享萝卜丸子的新做法 首先准备一个白萝卜,把它去皮洗净 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它改刀 前几天收到粉丝朋友的私信 询问如何切好土豆、胡萝卜这种圆形食材 这些食材容易滚动,在切的时候会伤到手 我们可以在这些食材的底部先给它切上一小片 这样底部就比较平整 在放置的时候就不会容易滚动 接下来在切片的时候握刀要稳,力度要均匀 刚开始不太熟练的时候可以稍微慢一点切 这样切出来的片就薄厚均匀 切丝的时候先把食材整理整齐 然后再把它按压平整,稍微薄一些 如果堆积的太厚 我们在切丝的时候也会很容易伤到手 只要是把前面的几步做好以后 要把食材切成丝就非常容易 而且切出来也非常的均匀 在这里还是要感谢粉丝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把切好的萝卜丝先放入一个大盆中备用 接下来在切好的萝卜丝中加入适量的盐 给它搅拌均匀,先腌制3-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根大葱,把它划成细丝 大葱炸出来的口感是微甜的 然后把大葱改刀切成葱末 切好的大葱末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点生姜 把它改刀先切成薄片 再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切成姜末 稍微切碎一点和大葱放在一起 再来一颗洗净的香菜 添加香菜既可以增香也可以解油腻 不爱吃香菜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香菜切成小段和葱姜放在一起 萝卜经过腌制会渗出很多的水分 先把这些水分倒掉给它控干 然后在萝卜丝中给它打入两个鸡蛋 再把萝卜丝和鸡蛋充分的搅拌均匀 每根萝卜丝都均匀的裹上蛋液 接下来把切好的配料全部倒入萝卜丝中 然后在里面加入4勺的面粉 面粉的用量可以根据情况而定 接下来我们在里面加入4-5勺的面包糠 再加入适量的盐增加底味 加入少许的鸡精 加入一勺胡椒粉和一勺的13香 再加入两勺的白芝麻 淋入一点点的食用油 然后把盆中所有的食材充分的搅拌均匀 开始搅拌的时候有一些干 经过腌制会慢慢渗出水分 把它充分的搅拌至粘稠状就可以了 我们在下锅炸之前可以在手中先把它团成团 不过丸子不用捏得太大 略微小一点 让更加酥脆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油温烧至到放一个萝卜丝 可以放起大泡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萝卜丸子下入锅中 开始炸制 丸子在下锅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团紧实一点 这样做出来的丸子比较圆润 也不会松散 在炸制的过程中稍微定型以后 我们再给它轻轻推动 全程用中火炸制 丸子炸制到漂浮 多给它翻动 让它受热均匀 把萝卜丸子炸制到表皮金黄 然后就可以捞出控油 这样一道表皮酥脆 泪泥软糯的萝卜丸子就做好了 萝卜丸子用这种方法做 吃起来不会油腻 而且特别的鲜香 无论是做菜还是当小点心 都非常的解馋 大家可以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